- 一定要50以上嗎? 50已經我已經用了很低的標準了 去年12月雞排妹鄭家純 在主持網路節目時 與網紅志祺七七聊到感情時 他們說發生關係人數50人是最低標準 從今天開始你不用這麼擔心 好好好 這個社會比你想像中亂很多 這個社會真的不像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不過雞排妹倒是始終如一的做自己 曾經說過幾個月就要約會一次 這次故然被奮看之際 隨便出現了新對象 哦不 只要在今年2月雞排妹接觸遊戲直播工作 一個人站在路邊聞著自己的髮尾 別擔心 雞排妹的味道都是香香的 過了幾分鐘就出現一名曹茂男 開著一台白車轎車來接人 旁邊那個在測試 旁邊 白車轎車守門守路 一路就把雞排妹載回家 啊不是啦 我是說把雞排妹送回他家 但隔不到幾天 曹茂男又出現了 他的行程有點慢 我們快轉一下 他先去了新家店 又去了貨運行 再次有從物店 最後買了好多食物 再次雞排妹相規 真夜都沒有在離開過 雞排妹增加 從2012年出道的作風向蠟 對於姓氏話題也毫無避諱 盡其言音失業形成滿檔 宣稱單身兩年的他 現在身邊雖然有了新對象 但能不能順利成為男朋友 這就真的難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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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綺囤